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四个州的共和党初选或党团会议中 一路领先的川普在路易塞那州和肯塔基州获胜 联邦参议员科鲁兹赢得了缅因和堪萨斯州的胜利 参加共和党竞选的卢比奥参议员和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 在四个州都落后 科鲁兹星期六赢得的共和党代表的总数超过了川普 但是川普总共赢得了378张代表人票 仍然领先于赢得了295张代表人票的科鲁兹 在民主党方面 来自弗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 赢得了堪萨斯和内部拉斯加州两个州的党内初选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利顿 在路易斯安那州大幅领先于桑德斯 到目前为止 克林顿赢得的代表人票为1,121票 桑德斯的票数是479票 在中国方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台湾以及即将上任 倾向独立的民进党政府发出了警告 习近平在星期天的中国人大会议上对代表说 北京将坚决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 绝不让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 蔡英文在今年1月台湾大选中大胜之后 习近平一直没有发表过涉台讲话 有台湾学者认为 习近平的讲话表现出大陆对台独的忧虑 中国主管政治经济政策的负责人星期天承认 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错综复杂的风险 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徐少石 在人大的一场记者会上说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工业品价格下降 实体企业盈利下降 财政收入下降 而且财政金融领域的一些风险也在积累 但是他说中国经济绝对不会硬着陆 也不会出现下降潮 中国过去一年的经济增长是6.9% 为近25年最低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六说 201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6.5%至7% 并且在未来的五年内 年均增长保持在至少6.5%以上 美国将对中国通信设备制造商 中兴通讯实施禁运 以回应中兴违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禁运 路透车援引记者所看见的文件 以及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的话 报道说 将于下周二开始生效的出口限制 将要求中兴通讯的供应商 在向该公司提供任何美国产的设备 或零固件之前 必须先获得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 中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通信设备商 之一 阿富汗总统加尼说 政府保安部队已经摧毁了 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根基 加尼总统在星期天的议会开幕时 讲话中说 伊斯兰国组织是当前阿富汗冲突中 各派势力中的一个 但是它只为其极端意识形态 和自身利益作战 加尼总统说 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 阿富汗是当机伊斯兰国组织 四处逃窜的唯一国家 它在南戈哈尔省节节败退 阿富汗将是他们的坟墓 伊斯兰国组织一年多以前 在阿富汗东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 南戈哈尔省建立了地盘 并试图通过恐怖活动 把势力扩大到阿富汗以及其他地区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 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全球要闻 感谢您的收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发表最新对台谈话 对即将上任的蔡英文 释放出什么讯号 美国超级星期二初选 川普与克林顿成为两大赢家 如何解读川普现象 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3月6号 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 我们带您关注习近平的最新对台谈话 那么下半场 我们邀请两位专家为您深入分析 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 对美中台关系有何影响 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 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 叶博弈 文艺您好 东宁您好 及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 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 今晚在台北 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的来宾 那么今晚呢 我们请到的是 政治大学外交学习的特评教授 邓中坚博士 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来对谈 邓教授您好 你好你好 东宁好 方大为先生好 好的 感谢邓中坚教授 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东宁 我们介绍在华府 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 感谢博弈 非常欢迎这个邓中坚教授 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 而今天在美国之音 华盛顿的演播室里面呢 我们很高兴的 欢迎邀请到的是 美国国务院前主管 东亚事务的官员 现任东西方研究所的 副所长方大为先生 方大为先生欢迎您 谢谢 王上好 邓教授你好 谢谢 好的 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 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两位来宾提问 或者是发表 您对我们今天 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 请播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 请播00-801-148-940 好的 下面我们正式进入 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一年之前在两会上 对台湾发出了 不承认九二共识 两岸关系就会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的警告 那么习近平昨天下午 参加了12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 审议的时候呢 又对当前的两岸关系发展 发表了看法 这是台湾总统大选之后 习近平首次 针对两岸关系发表谈话 习近平表示 北京当局的对台方针 不会因为台湾的政局变化 而有所改变 北京当局坚持 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 继续推进两岸关系的 和平发展 而在另一方面 习近平也向520 即将上任的蔡英文喊话 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 还要认同其核心意涵 那么两岸就有 共同的政治基础 可以保持良性的互动 此外习近平也依照往例 对台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表示将坚决遏制 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习近平说 绝对不让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 那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邓老师 邓中坚教授 您怎么看 习近平的最新对台谈话 这对于即将在520上任的蔡英文 究竟释放出什么样的讯号呢 邓老师 我想这个虽然前一阵的王毅外长 讲了一些有关于中华民国宪法 不止明讲出来 似乎好像有松动意识 可是从这个习近平主席讲法来讲 还加上之前这个余振生 这个主席的这个讲话来讲 我想他是相当的这个坚持 九二共识 特别是一个核心意涵 也就是说一个中国 那么其实在台北啊 最近大家已经在感受一件事情 就是大陆客啊 的人数好像慢慢慢慢在减少 那么政府部门也没有否认 说这个状况的存在 那这是不是一个讯号呢 这个倒真是值得我们去玩味 是先释放出一些讯号出来 那么习近平这样子的讲话 那么意味着 中国大陆对这个可能采取比较强硬的一些立场 至少在这个谈判之前啊 他把他的这个红线先划定了 这我想说这个是蛮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件事情 好的感谢邓老师 那么针对这个习近平的发言 台湾方面民进党发言人也做出回应 他说两岸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是大家的共同期许 也是双方共同的责任 未来新政府执政之后将会致力维持现状 也会尽一切的努力 确保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方大为先生 我知道蔡英文在盛选当天说过 他对国际社会许下这个维持现状的承诺 他会说到做到 当天晚上你也在这边 全程听了他的盛选演说 你怎么看蔡英文的维持现状 他真的能够做到吗 对 我觉得他真的能够做到 他一直把一个重点放在维持现状这个问题上 甚至于我记得去年夏天的时候 他到美国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关心 就是如果民进党的确 再获得这个总统的这个职位的话 会不会像陈水扁的那八年的时间 有这个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或者比较大的这个 往这个台独的这样的一种趋势 那么他安慰很多美国决策者 让安慰自己的台湾的选民 就是如果的确选上的话 那么不会往这个方向走 我想他是很看重这个问题 他知道竞选的时候 他也说到他把重点放在内部的一些政策问题上 经济的这个发展 就业机会 社会保险 社会医疗方面的这些问题 他知道台湾的选民 很希望能够在这些问题上 有一些明显的结果 所以我想这个维持现状 这个答应 他既然说到了 他的确有一种意愿 意愿就是把他做到 好的 谢谢方大为先生 继续请教在台北的邓中坚教授 我们记得这个就在一年之前 一年前的3月4号2015年 那习近平在同一个场合 在两会上面就说了 这个他们不承 新政府如果不承认这个九二共识 两岸关系就会 他说的是基础不劳 地动山摇 现在这个地动山摇说是满了一周年 习近平的新的说话呢 就像您刚刚讲的 让王毅的这个宪法说 可能就是 等于是习近平说的才算 一锤定音 把这个底线画在那边了 您认为蔡英文 他即将在520发表的就职演说 究竟在九二共识 跟两岸关系上 要如何的表态 才能够维持两岸的和平 还有刚刚说的 这个维持现状呢 邓老师 我想这是对这个蔡英文 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的认为是这样子 因为如果就目前看 在立法院的审两岸 这个关系的 这个监督条例的时候 就有各种不同的版本 甚至包含要用这个刑法 来侍候对外谈判的人员 所以这些发展 都似乎显示着 民主党内部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尽管蔡英文 她目前的声望非常高 可是在声望很高的同时呢 也出现了这样的声音 所以这个期望上来讲 那个蔡英文 是会有什么样的表态 我认为她顶多 她就承认九二共识的这个 九二的这个事实 这是她已经讲过了 那至于有关一中的部分 我想她可能不会 有重大的这个突破 尤其是看目前 这个在立法院 这个审案当中 各种的声音出现的状况来讲 那我觉得说 这个恐怕是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邓老师 我很快的 就问一下 刚刚您说这个 她可能会说 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 不过我们根据昨天 我们看到那个习近平讲的话 是说你应该是 可能她这边 我上下文念一下 她应该是不只是说 要承认历史事实 还说要认同这个 核心的意涵 还有就是表示说 好像不光是 你承认着有这样的历史事实 就可以 那如果说习近平这样谈话 是一锤定音 等于说这就是划定底线的话 她因为如果只说 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 北京方面是不是不太能够满意呢 您的看法 我想她不会接受的 因为已经讲了 刚刚您讲的 就是核心意义 就是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 所以这个是不太可能 但我想现在各方面都做准备了 也就是说 第一个 如果观察最近这个 蔡英文到各个产业去访问 她其实重心也就是在 如何能够这个 使台湾在各个产业经济方面 能够重振 能够这个重新的一个 进入到这个前列的位置 这是我想她最关注的一件事情 那么至于两岸之间的关系 我想她目前可能也只是 到这个状况为止了 不太可能再承认 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 我想在短期间是不可能的 好的 感谢邓老师 回到华盛顿现场 我们知道 从现在到520可能是一个关键期 对两岸关系来说 不想到美国这方面 对于蔡英文即将发表的 520就职演说 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王大卫先生 对我觉得基本上可能会跟那个 1月16号的他的这个演讲 可能有差不多 就是第一 就是告诉台湾的选民 告诉大陆的人 告诉大陆的领导 还有其他的这个世界上的 观察台湾事务的人 就是第一 这个维持现状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第二可能就是 像这个邓教授刚才讲的 我觉得这个九二共识的问题 他一直没有 他一直接受这个最根本的概念 就是只有一个中国 那么哪一个中国 就是中华民国 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是一个很多人辩论的问题 海峡两岸的这个大陆的看法 是跟台湾的看法不一样 但是这个基本上 这个蔡英文能够被选上 是按照台湾的以存宪法 选出来的 那么台湾的以存宪法 就是中华民国的宪法 是表示只有一个中国 所以在这个方面上 我觉得他可能会把重点 放在这个九二共识 和这个只有一个中国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其他的方面 可能是把重点放在国内的 或者是内部的一些政策问题 怎么样这个搞好这个台湾经济 怎么样搞好这个社会保险 怎么样造福这个台湾的选民 我觉得他可能重点更多的时间 会放在这些问题上 好的 感谢方大为先生 一把时间交易的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博弈 好的 我想呢 在这个520之前的九二共识 在这个两岸方面 应该是还是很令人关注的 一个议题 我想先首先请教在台北的 邓中坚教授 就是今天有人问 拿这个问题去问民进党 刚刚东宁也介绍过的 就是说这个民进党发言人 王明生说 还是维持现状 进一步问他说 什么是维持现状 他就说维持这个台湾的民主自由 维持两台海的这个和平稳定 这就是蔡主席维持现状的主张 但是从以前蔡英文主席选总统 到现在他选上了 人家问他 怎么问他这个九二共识 他怎么样就是不肯说 像您刚刚有提到 九二精神也好 人家说九二事实 他就是不说九二共识 那但是您觉得 这个刚刚这个方大为教授 方大为先生也讲了 520的这个就职演说在即 您觉得他是不是 是会表态 他能不能够既说出维持现状 又绕过九二共识 有这个可能吗 我想是相当难的 因为民进党是说 民进党或跟国民党不一样 也就在这里了 所以这是他 只能讲到说 接受这九二的这个 这个一个事实 我觉得他能够回旋的空间 事实上是相当有限的 我还是觉得相当有限 他宁可可能把现在把这个 注意的方向 朝向国内的经济的发展 那么再慢慢静观其片 我想对中国大人来讲 他其实也很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讲这么多 其实是就像刚刚这个您讲的 就这个事情好像都是 不是很确定 有点空泛 那我就看你的行为 那么大家常常讲说 现在最重要就观察立法院 在审 两岸关系这个监督条例 究竟是怎么审法 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那这个因为正在进行事当中 所以我想恐怕就是 习近平讲这话 蔡英文呢 他在这个处理 这两岸关系监督条例上面 恐怕也是一种表态 这种表态 才可能引发一些 其他后续的这个动作 是 好的 谢谢邓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想请教这个方大卫先生 就是目前美国朝野两党 在进行这个总统初选呢 也是相当的激烈 那么当然中国是一个主要的议题 但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 除了这个中国之外呢 有没有这个 他们目前附在台面上的 两党的四位 这个比较领先的参选人 有没有对两岸议题 或者是关于台湾的问题 发表过比较特殊 或者是值得注意的意见 谢谢 我觉得到目前来说 台湾在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中 还没有出现为一个 很重要的话题 甚至于可能大部分的候选人 还没有提到台湾这两个字 中国反而是经常被提的 而且中美贸易 中美竞争 中国所谓的抢走就业机会 这一类的主题 这一类的话题 是很多民主党的 还有共和党的候选人经常谈的 台湾到目前来说 包括这个民进党的胜利 蔡英文的胜利 还没有得到很多关注 可能除非就是一些美国的候选人 在1月16号的那天表示祝贺 像美国政府本身也表示祝贺 除了这个以外 可能还没有一个很有实质性的 这个方面的辩论或者讨论 基本上我觉得 这个共和党内的这些候选人 对华政策 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而且是把重点放在中国大陆 而并不是台湾 反过来民主党的也是 而且我觉得 共和党的想法也好 或者民主党的这些候选人的想法也好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都符合美国的主流的对华政策的思想 但是有一点就是 可能谈中国谈的最多的人 就是川普先生 而且他谈中国 经常会谈出一些 到目前来说 在一个竞选总统的过程中 还没有听到的话 比方说我爱中国 我爱中国 我觉得中国很棒 我觉得中国的领导很聪明 比我们的领导聪明的多等等 但是反过来呢 他也比较激烈的批评中国 说中国抢走了很多就业机会 跟美国竞争 有的时候不遵守规则等等 但是反过来呢 就是归根结底 他万一成为美国总统的话 我觉得他的政策 还有其他的候选人的政策 不会离开美国的主流对华政策 所以中国是一个话题 台湾到目前来说还不是一个话题 但是比中国重要的话题 是挺多的 比方说伊朗 伊斯兰国 俄国 北朝鲜等等 所以中国这一次 16年的这个选举中 半年的角色 不像四年以前 或者八年以前 那么突出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东宁 好的 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 这个初选 包括今天举行了一些 初选的结果 还有这个川普现象 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稍后我们在下半场 也会为您继续的解析 不过海湾两个听众观众朋友们 现在就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我们来 来宾的来宾提问 或者发表您对于 刚刚我们提到的习近平 发表最新对谈谈话的一些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播 00-1801-148-940 好的 我们首先接近临下的高先生 高先生您好 请讲 你好 首先感谢你们愿意接听我这个电话 其次就是蔡英文女士 她提到的那四点 其中第四点是 要在民主和民意的基础上 我就不敢苟疼 为什么呢 那民众要是往墙上撞 你不能也说宗重民意吧 作为一个领导人 还是要给人民指出正确的前进方向 算了 不说了 好的 谢谢您下的高先生 下一位是新北市的黄先生 黄先生您好 请说 主持人好 来宾好 我认为这个九二共识 现状就是井水不犯河水 不要大水冲到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台湾有两次大移民 这个两次大移民 第一次是跟着郑成功来台湾的 第二次是跟着蒋介石来台湾的 所以大家都是同文同种 祖宗都是从大陆来的 所以说这个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这个道理很简单嘛 大家都是颜黄子孙 跟华教儿女嘛 有什么事情可以好好的谈嘛 而且蔡英文她有新思维 她是经营事业家庭生意人出身的 所以她 我认为她处理事情是会有弹性的 她的看法很新思维的 谢谢 好的 感谢新北市的黄先生 下一个是山东的孔先生 孔先生您好 请讲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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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她说的这个话有新意 路台必须要统一 绝不能再分裂下去 绝不能像韩式的分裂下去 必须要像东西德式的统一 国共合作国民党在野了 苏共灭亡了 我希望路台各自公投统一后 选谁为执政党 习大帝的讲话呢 只是习大帝的讲话 不是公投 毛泽东讲了很多的话 但是死后几天呢 毛夫人就被逮捕了 好的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 发表你的评论 不好意思啊 段宁 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听众 想请高雄的刘先生 发表您的看法 高雄的刘先生 你怎么看习近平的谈话呢 那个蔡英文的话不可信啊 说什么维持现状 不可信啊 你看他以前不是说 不接党主席吗 现在不是又要做了吗 他是应付民进党和国民党 和大陆的啦 就是骗选票啦 他这次选也是 大部分就是台独支持的啊 他这个都是应付的啦 他不可信啊 你看现在还没有上台 就要拆国父的相 拆总统拆什么东西 这个将来是比以前更 比陈水扁更那个啊 这是李登辉的接班人嘛 不可能的啦 不要说他骗啦 好的 感谢高雄刘先生 明白你的意思 您刚刚所提到这个 这个废除国父与一项 还有这个提到这个 蔡英文后来决定要 接党主席 接任党主席的事情 在台湾也都是很热烈 讨论的话题啊 稍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请台北来 进行回应 蔡英文是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请说 您好 您好 国民党的政客丘域 对大陆讲 蔡英文上台 百分之百的好台图 我认为 蔡英文既然讲 维持两岸现状 那么 她可能不会继续 国共 九二共识这些称谓 但是极可能承认 两岸一中的现实 因为她讲了 维持现状 应该维护 台湾的主流意识 就是台湾 建政体制的地位 这是我认为 这是蔡英文 可以选择的余地 谢谢你们 好的 感谢河北张先生 我再接一位天津的刘先生 就请两位来宾 进行上半场的一个回答 跟总结 天津的刘先生 您好 请说 喂 喂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您好 关于这个地中山摇 这个事儿 我是这么看 66年前 我们中国就爆发过一次 地中山摇 是什么事儿呢 就外蒙古宣布独立 这个当时的这些领导人 也没有进行激烈的反抗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外蒙古独立背后是有俄国 那么说 反过来说 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了 地中山摇了 这个领导人 会不会进行强力干涉呢 我觉得 外蒙古要比台湾大上44倍 这个美国啊 背后支持这个台湾 要比这个俄国实力还要强 我们这个领导人 未必会有什么太强硬的举动 谢谢 好的很快在接湖北 吴先生你的电话 吴先生您好 请说 吴先生还在线上吗 好的那 嗯 湖北 吴先生 好的 吴先生现话没有办法接进来 那我就先请台北的邓中坚老师 回应刚才海家囊人听众 观众朋友们的问题跟提问 跟评论还有跟我们上半场这个有关于习近平对台唐话的话题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邓老师 我想第一个当时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那么其实也是一个政党政治为主的一个国家 所以蔡英文过去他认为是在野的身份 所以他当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批评 但今天一旦他已经要成为国家的这个领导人成为这个国家的元首 那么他就必须呃秩询他最重要指责 怎么维护国家的利益 呃怎么样维持这个整个施政的运作 维持经济的发展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地方我 нек imposed 她说我不让党主席 但是当他到了 这个国家领导的位置的时候 她就必须接受这些考验了 所以我们今后 当然要以国家领导人的角度来 呃看 来分析蔡英文 她的讲话 她的思政 还有她的作为 那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好的 感谢邓老师 方老师先跟我们上半场 做个简单的总结 我觉得我作为美国人 不是很关心 所谓的台独这样的一个问题 会变成一个海峡两岸 或者中美关系上 或者是台美关系上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蔡英文并没有强调台独 反而她强调的是一些其他的问题 我想她是一个 很实用主义的一种领导 我想她会把重点放在 台湾内部的一些政策 然后会比较谨慎的 比较有效的管理一个 很微妙的海峡两岸的问题 好的 感谢方大伟先生 那么有关于海峡两岸关系的讨论 到这一线告一段落 稍后我们要带你关注的是 美国的超级星期二初选的 结果出炉了 川普和克林顿成为了两大赢家 究竟我们要如何解读川普现象呢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 锁定海峡论坛 好的 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 和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 在十几个州的超级星期二初选 还有党团会议的投票中 取得了明显优势 为他们获得各自党内的提名 成为总统候选人 取得了重大进展 那么究竟超级星期二的激战过后 川普对决克林顿的态势 是否已经没有悬念 美国的川普现象 和台湾的柯文哲旋风又有何雷同之处呢 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方大为先生 您认为川普跟克林顿 为什么在星期二初选 还有昨天晚上的一些初选当中大获全胜呢 我觉得两个人有两个不同的原因 就是克林顿能够取得胜利 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 超级星期二的那六七个州 没有十一个州 其中有差不多七个州是美国南部的 在美国南部的这个投票的人当中呢 少数民族 尤其是黑人的这个百分数是很大 超过百分之五十 或者百分之四十几百分之三十几 那么在这个两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当中呢 就是希拉里克林顿才能够获得 广泛的少数民族的支持 所以只要有少数民族的占很大的百分数的话 那么这些州他就会很容易的取得胜利 而果然在超级星期二的时候 美国的南部每一个州都支持希拉里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种种原因 他能够获得更多的少数民族的这个支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关于川普呢 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川普先生呢 好像是美国的选民能够通过他 通过投他的票发泄一种反感 对美国政府的反感 对美国联邦政府的一种不信任 或者是被忽视的一种感觉 很多美国老百姓 尤其是共和党的 但是也有一些民主党的 认为美国联邦政府 包括欧巴马总统 还有其他的领导 两党的领导 好像忽视老百姓 好像不看重老百姓 而且做事情做得很笨拙 很不好 所以很多人支持川普先生 是认为就是一个制度外的人 才能够拯救 或者是这个解决华盛顿的 这个工作效率不高的这种现象 除了川普先生以外 现在在还剩下来的 这六个候选人当中 只有他没有当过政治家 他从来没有被竞选过 没有被当选 跟希拉里 跟三德斯 跟克鲁兹 卢比奥 这些其他的人都有不一样 所以现在美国的老百姓 我觉得有一种综合的感觉 就是如果选择一个传统的政治家 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非传统的结果 因此我们就选择一个非传统的政治家 看看有没有得到一种新的 实质性的新的结果 我想很多人是一种 以这种原因来支持川普先生 好的 感谢包大为先生分析 这个川普跟克林顿大师的这个原因 继续请教台北的这个邓中金老师 大家都说这个超级星期二 算是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前哨战 对于接下来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走向 有个指标性作用 那您前一阵子也在美国观察这场 美国的总统大选前哨战 再上刚才方大为先生提到这个川普现象 很有意思 他说这是美国民众对政府这种反感跟不信任 事实上我们在台湾跟香港也好像看到 这种民众对于现任的政府 像马英九或者梁正英 甚至是北京当局 这种非常深的反感跟不信任的这种现象 您认为比较您在这个美国的观察 这个看美国大选 还有台湾香港这种反体制的现象 有没有一些雷同或类似之处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呢 邓中坚教授 对 我想起来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我的老师Tagirl用了一个就是说相对剥夺论 他当时的时候是研究1960年代美国的 这个种种的这个学生运动也好 民权运动也好 但我觉得这是可以来看 不论是这个香港也好或者是台湾也好 这个都是朝这个方向来走的 就是说一般民众对于这个未来他可能有高的期望 或者有一般的期望 但他实际上所获得的呢 却没有办法达到他的期望 这个差距越大越拉越大之后呢 当然就会产生了对体制 对整个社会的一个不满 所以我宁可说 这个背后的一个很深层因素 就是他的一个相对剥夺论 你以香港来讲 这个香港本身 它是这个所谓所谓的平均 最不平均的地方之一 虽然它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经济 那么这个自由程度甚至超过美国 可是呢 它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产生的这个所谓的Gini Index 是差距来讲是最不平均的国家 那么地方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拿教育来讲 你也可以看到 香港高中生 大概只有不到20%的人 可以升大学 而香港大概还跑到台湾来招生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香港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 香港的这个居住的环境的这个狭窄 那这些都是一个因素 回来在台湾也是 台湾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整体的经济上面 过去一段时间的不正 这个都是让民众感受到这个相对的剥夺 那么当然会产生对于体制 对于威权 甚至对于资本主义 这个一个反感 那么我想这个是 两个地方可以看得到了 那么中国大陆 其实我想多了少少 也越来越会凸显 在这方面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好的 感谢邓中金教授深入的分析 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 方大为先生回到美国的情况来看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在超级星期二之后 感觉上好像川普跟克林顿 被提名 感觉上好像已经没有悬念 甚至是已成定局 加上昨天晚上的一些初选结果 好像也是这样子 究竟其他的一些候选人像是 克鲁兹 卢比奥 还有桑德斯 他们是不是还会有机会呢 对 我认为在民主党的这边呢 这个桑德斯先生呢 虽然我很喜欢他 很尊重他 而且在某种意义来讲 他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结果 但是到了最后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 我觉得还是会 希拉里 克雷顿还是会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 从数学来讲 从这个过程的细节来讲 桑德斯先生现在既然没有办法 获得广泛的少数民族的支持的话 他基本上没有出路 他没有办法得到 这个党内的这个代表 党代表票的多数 所以可能会继续竞争一段时间 但是他我看 而且其他的分析家看 可能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提名 在这个川普先生 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现在是他在领先 而且可以说是 用任何一个标准来算的话 川普先生是领跑者 在党内的这个过程中 但是他能否获得 他所需要的票 就是说50%加1 他能否获得这个1237张党代表票的话 这是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有可能他可以拿到 有可能他没有办法拿到 如果没有办法拿到多数的话 那么到了7月中旬 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全国大会的时候 召开的时候 他们会有必要进行很艰难的谈判 才能够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觉得共和党这边 还是一个问号 但是很清楚的 就是川普先生的支持 比其他的候选人的支持广泛的多 而且他在领先 而且可能就是他成为 共和党的这个提名人的可能性 在所有的这些共和党的候选人当中 可能性是最大 很快 对 但是还是一个问号 对啊 很快再请教 您就最近共和党内 我们也看到出现反川普这样的一个现象 您认为这种影响大不大 对于他获得提名 这个重量级的共和党人都出来 对 像罗姆尼州长也最近致辞说 你可以选任何人 但是不选川普为好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说法 这样的一种运动 可能虽然是存在的 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左右这个最后的结果 因为不喜欢川普的人已经不喜欢他 支持他的人 反而就是对其他的人的看法 可以说是无所谓的 甚至于如果一个罗姆尼州长 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人士说 不应该选川普 那么川普的支持者就更加想要支持川普 是一种反效果 对 反效果 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结果 不会是很客观的 好的 感谢邦大伟先生的分析 也请教邓老师 除了刚刚您讲到的 相对被剥夺感来观察 这次的这个初选跟美国大选之外呢 你想请您从国际事务的角度来看看 台湾究竟这次是怎么观察美国的 2016总统大选 这样的今年的选举结果 是不是可能对美中台关系的互动出现 有可能的影响呢 您的分析 基本上我们在这边看 我们也是看热闹了 因为也不是看热闹 也就是说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的都是用很辛辣的语言 彼此的攻击 那么这个就像是 其实在台湾选举也是一样 大家都在选举的时候 你也可以叫华众取宠 那么但是等到他们哪一天 他取得了执政地位的时候 他就要面对很多现实的考量了 那么今天我想 川普之所以能够继续领先 除了他是非体制内的人之外 因为他长期在主持电视节目 能够掌握观众 掌握大家的这个吸引力 这一点啊是不容忽视的 所以现在包括希拉蕊在内 开始很仔细研究说 川普为什么能领先 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广泛的支持 因为他支持来的不只是 说是这些很特殊的一些 保守派的或者福音派的 是还独立派的人士 包括他们说有雷根民主党 这个人也在这里面 那么这一点上来讲 我觉得说他的作秀能力很强 因此这恐怕现在像 Rubio一直没办法振作起来 那克鲁兹呢 那么目前的状况稍好 但是美国共和党 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聚集到 这个人足够人数 不让川普拿到过半数的 这个选举人 那个票数 这恐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刚刚讲的一些什么主流的 共和党人 不管他是这个罗姆尼也好 不管他是这个麦凯恩也好 他们就有多少影响力呢 在全国性 恐怕这些都是问号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正常来讲 从台湾角来讲 这个结果对美中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变化上 恐怕还是有限的 好的 感谢邓老师 方大为先生要回应一下 对 我觉得就是邓教授 刚才谈到这个繁体制的问题 我还想补充一句话 就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到目前来说 在共和党的这个初选过程中 投票的人差不多有1000万左右 或者1000万多一点 这些人80%左右支持了 要不然川普 要不然克鲁兹参议员 这两个人的票 如果加起来的话 它就是一种反体制的票 就是一种非常广泛的 反体制的或者反主流的 一种愿望和心情 而卢比奥还有凯西奇 这两个人加起来的话 差不多20%左右 而且如果把这个说成 党代表票的话 一样差不多70几 或者80%对20%左右 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像邓教授刚才形容的 就是在共和党内 这种反体制 反主流的这种心情和愿望 是非常强的 好的 感谢方大为先生 接下来也把时间 交由在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请他继续就美国总统大选 来请教两位来宾 博弈 好的 谢谢东宁 那么我想这个反体制 反主流 我们今天后半段 投了这个焦点 我想请教这个邓教授 就是在台湾去 这个从前年的 这个1129大选 到现在的这个0116大选 好像也都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好像国民党执政了八年 包袱比较重 因此都这个大选 都出现了一些反对 现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此不管是 县市长的选举也好 到现在是这个总统大选 都是或者是立委选举 那么都是现任的 这个执政党大败 然后再演党大胜 特别是我们注意到 这个台北市长是由 从来没有从政过的 柯文哲担任的 那么刚方大伟先生也提过 这个目前在共和党的 这个领头阳川普 他也没有从政过 那么您觉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民众不希望 或者不信任 一直在这个政坛上打滚的人 而宁愿交给一个 对政坛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 我想在台湾政治里面 这些年出现了一些问题 大家都了然于心了 不论是这食品安全的问题也好 贪腐的问题也好 种种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政府好像是 无法有效的运作 来满足这个一般百姓的这个需求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也就我刚提到 这个相对波罗感 台湾的这个经济 持续的这个低迷 那么这些 再加上这些 那么多的这个 社会的一些问题存在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不管是这个 前年的选举 今年的总统选举里面 这个民进党说实上 相对来讲 民进党推出的这个 比较清新的这个候选人 是要比国民党要多的 你相对来讲 国民党有些清新人选 他也能够虽然年轻 但他也能够顺利当选 比如说这个 这个蒋万安 比如说江启臣 这些年轻的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说 今天国民党面对到的 就是说他已经老大了 他应该要的这个 重新的一个 反省 重新的思考 然后鼓励这些年轻新进 而且必须要破除 过去那种 臣服的这个思想 否则这个国民党的未来 是很黯淡的 是好的 谢谢 等中间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要请到 请教这个方大为先生 就是您刚刚说到 这个投川普的这个选民 反映了对这个体制的反感 跟不信任 那么 当然之前我们注意到 这个在 先前 这个 欧巴马总统 2012年 在这个竞选的时候 我们也注意到 有共和党的一些保守派人士 包括查党人士 那个时候参议员克鲁兹 他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那么 但这一次川普出现以后 反而好像抢走了 克鲁兹的一些 锋芒或者是选票 那您觉得 就是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就是 为什么好像倾向 查党的人 会开始转而支持川普 那么您觉得川普 这个现象 更深入地凸显了 美国社会当前的 哪一些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就是现在 出乎预料的是 是这个 就是川普先生呢 的确抢走了 很多克鲁兹的票 如果我们八个月 九个月 十个月以前 要预料这个 现在三月份的 这个结果如何 我们并不会想到 我也个人并没有想到 川普先生在这个时刻 还在领先 可能我认为 去年的四月份 五月份 可能还差不多 或者夏天还差不多 但是到了秋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 但是实际上呢 他比较广泛地 抢走了很多 这个所谓的 查党的票 但是我觉得 有一个比较 比较容易地 解释的办法 就是查党 这样的概念 在美国 是一种反体制 是一种反华盛顿 是一种 一种极为保守的 一种想法 那么对于他们来讲 对于这些选民来讲 就是一个在任参议员 可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更好的 是一个从来没有当过 政治家的人 所以在 克鲁兹赢德州的时候 12年的这个 参议院的那个选举的时候 没有川普这样的一个选择 在现在呢 有一个从来没有当过 政治家的人 跟这个克鲁兹竞争 这个动态就变了很多 然后现在这种查党的人 认为 一个在任参议员还行 但是一个从来没有当过 政治家的人就更好了 所以有越来越 就是最近几个月 有越来越多的人 好像离开克鲁兹 然后觉得这个川普先生 是最理想的候选人 但是最近几个月 最近大概两个月 或者几个星期 川普先生说的一些话 可能是有一些话 有的是太极端了一点 所以可能现在我们通过 超级星期二也好 或者尤其是昨天晚上的 超级星期六 我想我们看到的是 可能有一些保守派的选民 认为还是要重新看 克鲁兹参议员 可能他在某一些问题上 是比川普先生稍微好一些 或者合适一些 或者是比较稳重一些 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 这样的一种动态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都您 好的 马上来接听电话 台中的姚先生您好 请说 我简单地说一下 21世纪网络时代 这个有新的人 他会创出来 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 不必太过于 这个用保守的一种姿态 来这个估量未来的发展 然后川普他是比较重伤 然后比较注意形象 造势都非常的得顺 这个东西得利于 这个他的这个 人的一种环境 然后至于希拉瑞的话 他是已经是学法律的人 但是很多的法条 能够绑在身上 就不便于自由发挥 这个在电视上的 这个落落大方 就会打了很大的折扣 然后我说 川普他当选以后 美国有很多的问题 就会产生 当然美国一化身的问题 那台湾两岸的 之间的关系 也会受到影响 谢谢 好的 感谢台中 姚先生的发言 江苏的王先生您好 请说 大家好 我们今天谈的是 川普现行 是的 我们今天谈的是 反体制浪潮 其实就现今的 这个互联网传媒 情况之下 有很多事情 都是不能用原先的 成就的一些思维 来进行探讨 首先第一个 我们现在全球都是 金融一直是在危机的 就是在动荡的时候 就在欧洲啊 在美洲啊 在亚洲啊 都是能够显现出来 而且在欧洲的 有一些 包含希腊的选举啊 包含西班牙的选举啊 都是由 所谓的反体制的人员 或者是一些 诉求于年轻的 低收入的 他们人的一些领导人出现 因为在金融危机的状况之下呢 很多社会精英 或者是一些 中高的文化 就是社会 阶层的人员 他们是 面临危机以后 他们会思考 会 动作 迟缓起来的思考 而那些收入比较低 文化比较低的人呢 他会积极地诉求 为什么我要 我要更贫穷 更 就是 生活的比较委屈 就是在台湾啊 在香港 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都能 都是一样 所以说我们能够理解 为什么台北能选出 柯文哲 因为他有很多的年轻人 我们都知道在台北的年轻人 他们的输入很低 社会地位很低 生活压力很低 都是房奴 都很那个 感谢江苏的 他们 王先生 不好意思打断您了 我们时间比较有限 还有些听众 不过刚提到这个 的确是 很多人在台湾拿来 这个川普现象 跟柯文哲的这个效应 拿来做比较 在美国也有一个 也是医生出来选的 也是蛮有意思的 一个现象 再见一位台北的 黄先生 黄先生您好 请讲 大家好 不管是民主党胜 还是共和党胜 对台湾的政策 它永远不会建的 如果是说 台湾不接受 它的那个 那个 美女 那个 甚至连 那个 独生都要进来 台湾如果不接受的话 那台湾要参加 隔地的贸易组织 美国也不会支持我们 所以说 不要高兴说 哪一个正的 哪一个败的 就不要去想那些 只是说 我们台湾到底 要折哪一条路 这不是要折 那个 一哥两次 还是说保持现状 还是说 面有什么路可以折 这只要考虑 不要一直在 想说靠美国怎么样 好 感谢台北的黄先生 刚才三位听众都讲得很深入 我想先请台北的郑教授 很简单的回应 刚才听众观众一下 郑教授 刚刚您讲到比较了 这个川普跟柯文哲现象 其实有一点 连上这个网军 柯文哲有一批网军 那么这网军呢 对对手是极尽的 这个攻击 羞辱 甚至于纠缠的这个男士 川普也有啊 那为什么他能够集结着网军 这些都是年轻人 所以这两者之间啊 用网军啊 来表达他们的这个 表现他的力量 这个是不容忽视的 那川普呢 他是因为长期组织节目啊 所以那个是非常强势的 这个作为 这里跟柯文哲 柯文哲因为他主持 这个急诊部门 也是很强势的 就是你可以那 看他们那个批评的 style 极为相似 可是问题是 他们能不能持久 因为今天他懂得用网军 明天其他比较 其他人也开始用网军 那么同时 当他执政之后 这个民众要看他的政绩 你是政绩 是不是跟以前有所不同 更重要的是 立法部门的影响 比如说美国 他有国会的影响 比如说柯文哲 他有司议会的影响 他如何能调和这些 还再加上司法上面的问题 因此我觉得说 当他执政之后 他才面对到一个 很新的挑战 那么将来那个状况 是很值得我们去玩味的 好的 感谢邓教授 回到华盛顿现场 请教方大为先生 虽然我们刚从听众观众 还有邓教授都听到说 其实不管是美国的选民 或台湾的选民 似乎都对这种 反传统的政治素人 没有经验的政治人物 都可以很高的支持 但是刚刚第一位 听众也提到了 他们上任之后 问题和挑战 才能真正要浮现 像是川普的问题 在于说 最近就看到一份 这个外交政策的 期刊的文章就说 他如果当选了 美国总统的话 可能军队 不会服从川普的命令 你怎么看这样 有可能的问题出现呢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就是一个人 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尤其是像川普这样的人 也没有当过政治家的人 他讲话不太谨慎 不太小心 他会说很多 很奇怪的话 就是很难理解的话 甚至于一些 并不符合适合的话 事实的话 那么如果的确 万一他成为美国总统的话 而且我都觉得这到目前来说 还是不太可思议的一种可能性 但是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 如果的确他成为美国总统 他会有很多顾问 他会有很多政府部门 他可能讲话之前 就会要思考他要讲的话 而且最近这两天 我们看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他参加一个共和党的辩论的时候 他说可能会用一些 法律并不允许的 拷打和折磨的方式 来针对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 后来第二天他说 我还是会按照美国的法律 来办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 他事先不会想的那么多 但是当总统的话 他会 而且我想不会出生一种 不合法的命令的这样的现象 好的方大 现在我们到的时间 最后两分钟的结论了 想请你跟我们今天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跟我们做最后谈话 当然你可能不愿意做最后的一个预测 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间谈川普 但是没有谈到克林顿 你认为希拉里克林顿 如果他要赢美国总统大选的话 他还有哪些挑战呢 最后一分钟 我觉得首先就是我的预测 在共和党的这个方面 很多预测是不对的 不准确的 到了最后我错了 但是关于这个希拉里 我一直认为他会获得民主党的提名 而且他会成为下一个美国总统 所以我还是认为他会取得胜利的 因为他的优势很多 现在在他的面前 唯一的能够阻碍 或者是避免他成为美国总统的一个因素 就是电子邮件这个事情 因为他并没有处理的很好 他在处理这个电子邮件的问题上 的确犯了一些错误 除非就是这个事情 的确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没有其他的因素 包括党内的 包括党外的 就是共和党的对手 能阻止或者避免他成为美国总统 当了总统以后 他面临的挑战就很多 但是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好的 谢谢邦大利先生 邓老师 最后一分钟 我同意方先生讲法 最后可能还是希拉里了 大家只要调整 很重要就是对他电邮门事件 批准最多是年轻人还有妇女 他如果调整他的策略的话 那么这一点上他可以有很好的收获 那很快请教邓老师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繁体制浪潮 会不会影响接下来 如果不管是哪一位总统当选 接下来美国的外交或内政政策 是不是有一些转变呢 您的看法 我想基本上其实很难 美国作为一个全球的领袖 他有一定的模式 要做一个很激烈的转变 我觉得这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只是决定一个总统后续而已 好的 感谢邓老师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 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 那么更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 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次感谢在台北的博弈 还有政大外交系的邓忠坚教授 感谢两位 也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东西方研究所的副所长 方大为先生来到海峡论坛 感谢您 好的 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您的积极参与 提醒您来不及参与我们 以上今天听众观众朋友们呢 听到这个来宾的观点不代表 美国之音是他们的个人观点 那来不及参与我们想讨论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 你也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发表您对 两岸关系还有美国总统大选的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提醒功能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的 中共正在召开人大政协两会 而从现在到5月下旬520 将是决定两岸关系 未来走向的一个关键期 在这段期间我们将密切带您关注 相关的一些发展 也请您准时收看 下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 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 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